当地时间26号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圣地亚哥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发表题为永远做相互信赖的好朋友的演讲 温家宝说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域辽阔 山河壮丽 资源丰饶文化灿烂 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今天的拉美已成为一支快速崛起的重要新兴力量 在全球治理 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上 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中国和拉美虽然相距遥远 但中拉友好交往远远流长 进入新世纪 中拉关系呈现出全方位 宽领域 多层次发展的良好态势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 大调整 大变革时期 深化合作 彼此借重 谋求共赢 符合中拉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有利于世界的均衡发展和繁荣稳定 温家宝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 以政治互信为基础 深化中拉战略合作 中方倡议成立中拉合作论坛 为加强中拉整体合作搭建更高平台 中国愿同拉共体三驾马车建立外长定期对话机制 并探讨事实建立中国同拉共体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 第二 以经贸合作为重点 拓展中拉共同利益 双方要发展平衡可持续的贸易关系 力争未来五年双方贸易额突破4000亿美元 中方金融机构首期出资50亿美元 发起设立中拉合作基金 共同投资在制造业 高新技术 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合作项目 并设立100亿美元专项贷款 推动中国同拉美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中方愿同更多拉美国家建立产业合作机制 商签本币互换协议 开展本币贸易结算 相互增设银行分支机构 第三 以农业合作为抓手 维护中拉粮食安全 中方倡议成立中拉农业部长论坛 建立50万吨规模的中拉粮食应急储备机制 设立中拉农业合作发展专项资金 在拉美设立农业科技研发中心 农业加工示范园 农业投资开发区 互派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 力争使中拉农产品贸易额突破400亿美元 第四 以人文交流为纽带 增进中拉人民友谊 中国政府支持在拉美设立中国文化中心 未来五年内向拉美国家提供 5000个奖学金留学生名额 中方倡议成立中拉科技创新论坛 在航空 航天 新能源 资源环境 海洋 极地科研等领域加强合作 温家宝最后说 中国越发展 同世界的联系越紧密 这既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会给包括拉美在内的 全体世界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让我们手牵手兼并肩 共同开创一个中拉人民世代友好 共同发展的新时代